大家好,我叫艾薇,这一台全新的电动跑步机,您瞧我这大体格,工人身份们把我制造出来可不容易呢 他们要把不规则的钢管一一切合成需要的尺寸再进行重压弯管探接搭建起我的骨架 这道核心工序容不得一点偏差 经过涂装后,他们再把马达电机传动袋安装到我的身上,最后完成包装工序,我就可以出场销售了 从头到尾要花费一周的时间呢,我的兄弟姐妹们个个都很优秀,质量杠杠的 什么,你问我家在哪儿,那我就带你探观一下吧 全球十台跑步机中就有六台是厦门制造 而他们的家就是位于同安的厦门市出口健身器材质量安全示范区 2015年,这个示范区正式晋升为国家级示范区 产品远销,美国、日本、德国等120多个国家和地区 走进示范区内的会长企业,艾薇健身器材有限公司 这里的产品涉及电动跑步机、健身车、力量训练器、休闲训练器等系列 共200多个品种,全球用户已经超过1300多万户 企业一路成长,始终将产品质量设为根本核心 在设计研发、生产制造等各个环节都设置了相应的实验室 对产品的功能寿命进行测试评价 不仅如此,企业近千名员工都是产品质量的把关人 在公司里面有一个叫全员质量运动 所有的员工只要弓箭经过手上 每一个员工都可以检视这个弓箭是否有不良 或者是有其他的问题 员工都可以举手,只要是确认是不良 那每一个员工都可以立即获得5元、10元、20元、30元、500元的不同的奖励 所以等于是全部的员工在每一个公司的每一个位置 每一个时间都在公司质量做把关 不仅仅是艾薇 示范区内的健身器材生产企业都将质量安全设为生命线 在这个示范区内就涌现出4家中国出口质量安全示范企业 10家中国质量诚信企业 14个品牌获得中国持名商标 福建省著名商标 福建省名牌等称号 目前示范区内的出口产品已经全部实现棉检 检验检疫部门的监管手段也随之升级 更加侧重对产业发展的引导